郭文貴議員 都要回應 當院長跟當部長絕對不一樣 然後現在台灣比較 好像比較動盪的時間 你又當了院長 所以蠻辛苦的 所以一些非專業人 你也要答覆 包含馬錫慧 我就來問你比較專業的 因為本屆的會期 已經是最後一個會期 我也是最後一次跟你質詢 或許明年還有機會 或許 我講的是或許我 你一定可以繼續當院長 高鐵 我想 這是你的專業 也是你的 在當部長的時候 任內裡面 宣布 也就是我在 98年9月26號 博物選當選之後 98年9月28號的那一天 下午6點 你當 當時的交通部部長 正式在交通部開了一個記者會 也就是說增設 三個新的高鐵站 苗栗 彰化 雲林 那我想 12月1號 這三站即將啟用 相信院長應該 非常的高興 我已經去看過 我覺得我們對園林站 這個感到很驕傲 所以我想這樣的一個喜悅 我想院長 我們大家一起來分享 那我特別感謝院長 可以在你的部長內內 可以在你的院長內內 來正式營運 但是有一個問題 我必須講 先禮後兵 先跟你歐陸 不要再說實在歐陸 是怎樣 我們一直要求 這三站通車的時候 可以針對 我當然當時是針對雲林縣 因為當時的董事長叫做歐靖德 歐靖德曾經在動土的時候 講過一句話 高鐵從台北出發 最遠的到達縣市 叫做雲林縣 那我們又等了這麼久 而且這當時要開始興建 這樣的一個政策承諾 一屆以來 已經跳票五次 所以沒打緊 沒有跳票啦 我想我們是持續在進行啦 OK啦 總是要完成了 我們就不追究那個問題 但是 所有的 全國地域下線面積最嚴重的地方 也畢竟是在雲林縣 我記得103年 我也就叫過院長 那院長也跟我講 你是學工程的 是講沒有安全的係數嘛 但是我必須提醒 再度的提醒 103年全國線 地域下線的面積 全台灣 是327平方公里 雲林縣 就303平方公里 九層多 整個下線都在這個地方 所以高鐵行進雲林縣 停在雲林縣 停在雲林縣 我覺得還OK 行駛 經過佳南平原 經過雲林縣的時候 安全上的問題 院長必須要再思考 必須要再審慎的去做 整個的一個管控跟追蹤 或者我覺得 對整個乘客的安全 會有一大一大上的 這樣的一個危機跟挑戰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 既然已經慢了這麼久 這個中間沒有挑票也沒關係 已經慢了這麼久 白白都交稅金 是怎麼分辨人 妙蠣人 講話人 我們就要更多 為什麼我們期待 可以在高鐵 雲林站營運的時候 可以讓這些縣民 平成分證 免費搭乘一個月 你們到現在沒有搭戶啊 院長這個是 你當部長可能 還有困難度 對不對 但是你現在跪為院長了 這樣的一個作為 是一個德政 也是一個擬補 畢竟我們萬人五年多 你做到議長 你應該可以幫我打發吧 就在這個會場 就在這個院會 你絕對可以決定 這個不需要再請示任何人 我想這一部分 這樣一個要求 我第一次聽到了 我來了解一下好不好 對不起院長 把公文秀給院長看 有答覆我 那是他 這個承諾的 我在院會 也有執行過院長 院長可能忘記了 然後再來你的高中 你的 台灣高速鐵路局 通通沒有一個具體答覆 這是兩年前 我 持續的追問 你當了院長的時候 在總執行的時候 我也運過一次 你們說要演繹 一演繹兩年多 所以我這一部分 我要了解一下好不好 我要了解一下 我現在具體跟你講了嘛 通車 對於你來講 已經 期待了非常非常久 我們是最晚的 最慢的 對不對 那 當時 我在提供一個訊息 希望院長今天可以具體答覆我 我不是要逼院長 我沒車拍座會 但是 你如果我做部長 我不敢給你勉強 你還要清洗議長 你可能要做我議長 但是你今天已經過為院長了 我講一個 2007年 這整個高鐵也都有參與 2007年的時候 高鐵正式通車 全國最起碼 有半個月 是半價優惠 我們這個新設三個站 這三個站又等了五年多 PAUL 普天同慶 這新的三個站為什麼不可以 以由何在 我跟委員報告2007年那個時候 他的背景以及後來的葉部長 他所做的規劃 我想我會進一步了解一下 我想請委員 請委員諒解 我這個問題我會處理 但是請委員諒解 我通常不在這個地方做這種決策 講到諒解太沉重了 這是院長你的專業 這是大家可以普天同慶的事情 院長應該可以馬上做一個決定 我講一句話好不好 若是院長沒有辦法答應 一個月評審問證免會 最起碼最起碼院長可以在這邊具體對我一個承諾 這個不是我可以當作我欠院長人情 也當作我們全體的全體這麼久來 沒有設戰的姓名欠你一個人情 最起碼你要比當時高鐵開始營運的時候 比那個半價的票價更優惠才能 最少 這是一個公平 跟委員報告 我想就是說 我剛剛承諾我會來了解 也會來做處理 但是請委員給我一個空間 我通常大概 不方便在這樣一個質詢的場合 當場做這麼細的這個決定 一個星期可以吧 我想我會儘快 因為馬上就要衝車了 好不好 我們相關的準備我會去了解一下 一個星期內 院長 我再度提醒你 謝謝 那第二個問題 很抱歉 剛才說 還要問到不是你專業的部分 不過這個未來你可能會遇到這樣的專業 有沒有可能 有所謂的馬錫會 會不會來一個毛禮會 到時候毛禮會 你會怎麼說 我為什麼這麼講 世事多變啊 很難去預估 兩岸的領導人都已經見面了 兩岸的最高行政首長 會不會來一場毛禮會 那如果毛禮會的時候 你會怎麼說 你會說 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 還是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 請院長明確的答好我 我想第一個 目前沒有這個規劃 然後其他都是假設性問題 我想我沒有辦法回答 好不好 所以院長沒有準備 假設性的東西 所以不準備 欸欸欸欸 不好意思 我是清高預長 嘿 這你不能夠幫忙回答 對不對 你如果說你都沒有準備 我沒有話說 對不對 但是我要說 台灣的政局 我剛才開場就跟你講了 變化萬千 很多事情我們沒辦法預估 台灣的兩個領導人都可以見面了 台灣 兩岸的最高行政首長 怎麼有可能說 不會見到面的機會 萬一可以見面 院長你要爭取到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Label 什麼樣的一個談話的 一個力道 我們要了解啊 我當一個國會議員 我有責任代表 我的選民 來向院長請教這些問題啊 我現在可以跟你講得非常清楚 沒有這方面的規劃 所以其他的問題都是假設性的問題 好不好 所以 你不規劃 也沒有準備就對了 沒有這個規劃 沒有規劃 當然就沒有準備嘛 萬一呢 萬一 萬一 國務院的 中國的國務院總理 要約你見面呢 你要規劃 我說 要記就記了 看你要去哪裡啊 像人家去新加坡 我們就去新加坡啊 做人的事 我要說齁 這說起來沒頭當啦齁 這說起來也很生氣啦齁 但是齁 我引用 陸軍 副司令 退役到陸 副司令 由什麼所講的 這句話很清楚 像 看馬席會 向老大 叫小弟去 只會講一鐘 內容我就不再熬數了 我想我們不同意這個說法啦 可以不同意這個說法 我是引用這個報紙 我是引用這個內容 說給你聽齁齁 我完全不同意這個說法 我不只這個樣子齁齁 這個你也可以不同意啦 這個是一個大陸新娘 嫁到台灣十多年來 她已經生了第二代 以後她兒子 跟她媽媽的 那你的對話怎麼講嗎 昨天我兒子跟我講 她放棄馬英九了 她說幹嘛跟習近平見面啊 她們永遠把我們當成小弟 真不懂她 你也可以不同意這樣的說法 我們當然不同意這個說法 但是 院長 院長 一六 衛生年 她的小朋友今年十四歲 你如果不同意她的說法 我可以安排你們見面 我只是 把這些事情 凸顯出來給你聽 讓你做個參考 因為 我剛才特別強調 當一個院長非常辛苦 面對很多的局勢 我們都必須要隨時準備應變 就像馬錫會 很多委員會問你啊 就像我今天問你的道理一樣 但我問你是說 未來有沒有機會 來一個毛禮會 你是台灣人最高行政所長 中國最高行政所長 就叫做 叫做 那個 李總理 對不對 他們叫總理 我們叫院長 那怎麼不可能 會有見面的機會 談我們政府相關的政策 談兩岸相關的政策 談兩岸的相關的協議 怎麼不可能呢 要像這次馬錫會這麼倉促 準備兩年多 我都要請院長 這馬錫會 已經準備兩年多 這個籌備的過程裡面 院長有參與其中嗎 我知道這一個馬錫會 是一直在安排中 所以籌備會你沒有參與 我在 我在適當的時間知道 你回答我有沒有參與嗎 籌備會有沒有參與 我在適當的時間知道 所以等於說沒有參與 所以我希望 他不好的事情 院長未來跟 對岸的 總理見面的時候 國務院的總理見面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重蹈互測 換的不應該換的錯誤嘛 就像這一次 他們最少最少 還有一個國務委員 等於是國務院的副總理層級 叫做楊潔虎 我們咧 我們就只有入委會主委 還有副主委 還有聽參與的媒體講說 幾乎 不見到我們的任何官員 也是比例非常少 我覺得這樣 不太對吧 這個過程裡面 這個過程裡面 我用這樣的引述 我沒有去那個現場 我不清楚 我用這樣的引述可以做參考 你如果要 不接受 你如果要跟這些人見面 也可以 我剛才講過了 我可以安排這個小朋友 那個 那個陸軍 退休的副司令 我倒不認識 那個你們可以透過你們的廣道 自己去跟他溝通 但是我必須強調說 在整個面向裡面看起來 整個報導裡面看起來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人家才會 這是委員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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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動作小狠 一定 我是說未來 你去跟 中共的國務院 總理紀念孫 你也不可以動作小狠 我是提醒你 我不是在解讀什麼東西 這個事情馬上就發生了 我現在 你可以請回了吧 我現在 要跟你講 現在有二十三協議 二十三項協議 你知道 二十三項協議 我遇到一件陳情案件 就小風破功了 你知道什麼協議嗎 兩岸食品協議 兩岸食品安全協議 所以你可以請回 謝謝 不是我跟你們問 因為這是議長的 因為院長 後來真的有一天 真的是可以跟 對岸的國務院總理見面 所以我請院長 你要準備 你不要說 無法預估這種事情 我遇到一個事情 我遇到一個事情 院長 我們簽了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回憶 協議 這是二十三項協議其中之一 這個部分我也就交過 蔣部長 大致上講什麼 緊急磋商 交換相關訊息 實情我遇到一個陳情案件 就是逐逐兩個月 沒有人跟我們磋商 沒有人理我們 然後何時發布消息 並互相通報 我們的事情是我們外護部通報了 中國的官方就是不理你 好 然後 督促責任人妥善處理糾紛 並確保保險人的權利 給予 事實上 就是我們 衛護部 忍辱啦 怕得罪 啊 他怕得罪不是他怕他得罪 中國官方 他是怕得罪之後 影響到我們的 我們的業主 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其中有一條更好笑 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議中 提供事件原因分析機改善報告 改善報告 今天 院長施政不好 講部長可以叫領院長 提改善報告嗎 那是不可能啊 今天中國憑什麼 中國的官方憑什麼 要求我們提改善報告 我們國家沒有政府嗎 我們沒有衛生主管機關嗎 今天中國 來到台灣發生了三問題 我們可以行文去要求他們 提改善計畫報告嗎 這二十三協議 兩岸的協議 毫無意義 遇到一件 我遇到一個成績 而且就馬上破功 我相信這整個過程 您沒有 我相信這整個過程 我相信這整個過程 您沒有 我相信這兩個人 都沒有 人能幫助 你警告 指定 我相信這次 你沒有 我們要求 你 我相信 那是 我相信 我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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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